魔力寶貝大師之路 來了歡迎回來魔力寶貝大師之路 那在之前的時候介紹我們這個遊戲的寵物系統 包含我們平民寵物的一些推薦 還有寵物的改造 上次我們都全部都玩了 我們的木乃伊之王 然後還有這個遊戲的夥伴系統之前介紹過 有哪些實用的夥伴去做推薦 然後如何去做取得的動作 然後還有一些符文的搭配法 OK那這兩個系統介紹完之後呢 今天的話我們來專注一下本身 我們來介紹一下人物養成系統的全解析 包含我們人物評分提升的途徑有哪一些 今天的話大概做一個詳細的梳理 然後還有一些小技巧 然後包含一些其他你該注意的地方 大概全部介紹完之後 這個遊戲的一些養成系統大概就介紹完了啦 剩下的部分就是你個人的一些資源分配 然後還有你一些 就是比如說你要賺取金幣的一些途徑 那個到時候下次會再做個詳細的介紹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解析一下 人物養成系統我們的評分如何去做一個提升 其實它就是個戰力系統啦 讓你可以比較直觀的一眼就可以看到 別人的強度大概是到哪一個水準這樣子 那我們人物養成系統大概分成三大類 聲望、裝備跟覺醒 那這三大類的話今天都來做個詳細的介紹 包含我們的裝備分成武房跟我們的飾品 那覺醒的話會分成旅人覺醒跟覺醒印記 然後再來聲望的話就是眾生象跟我們的NPC好感度 大概就分這幾類 那我們先從裝備開始介紹起 那裝備的話就是一個武器搭配上四個防具 搭配上三個飾品 那就是我們全部的部件 那中間的話可以鑲嵌寶石 然後這些寶石的話建議一下 這些寶石我們所有的這些裝備屬性 建議一定要打一下 這種守護寶石這個裝備屬性的提升會差很多 其他部分的話在依照每個部位不同 每個寶石都是可以打的 那比較有一點爭議的就是這種魔力減傷的寶石 跟我們生命增加的寶石 這兩個寶石到底有哪一個好呢 因為之前的話我也在考慮說 到底是全部打生命的寶石 還是說這種魔力減傷的寶石 會比較強一點 因為一般來說被魔法打還蠻痛的 那找到一個大佬的文章 大概快速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就是他有論就是我們生命寶石 跟我們的那個魔法減傷的寶石 這兩個寶石到底哪一個好 那大家大概有算了一下 就是我們七級的那個寶石 加一百次的生命 然後七級的魔力紅的那個寶石 加那個魔法減傷3.5% 算起來來說 他都是以平均值大概是以四千為主 簡單說啦 我們說到四千的魔法傷害的話 這兩個那個效益是一樣的 就是簡單說就是 不管是生命還是減傷都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大於四千的魔法傷害的話 那魔力減傷的寶石會效益會高一點 那如果四千法術以下的話 那我們那個生命寶石會比較好 那這個就有點差異囉 這個東西的話 四千的魔法傷害 在目前的環境來說 基本上是達不到的 而且就算達得到 他是只有魔力減傷的寶石 就是簡單說他只有魔力減傷啦 物防的話他是不算在內的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建議還是以那個石流石 就是生命寶石的效益 那這個效益來說會高一點 只是說如果你的魔力寶石很多的話 那也是可以用一顆 但是建議還是以我們的生命寶石為主 好 這是我們寶石的一個 那個效益的一個提升 那裝備的話 記得啊他是可以熔煉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熔煉 然後你可以提升一些 屬性的部分去做加成 那這個東西的話 等你比較好的武器來說的話 再去做熔煉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珍貴的 好然後記得 這個遊戲比較坑一點的 就是你的武器會壞 壞的話就是需要修理 修理的話一個武器的話 可以修理的次數 依照他的應該是階級的差異啦 一般來說就兩次 但是如果你修理的話 你的上限值會降低 所以他會送你這個東西 金銀蜜銀 這個東西的話可以讓你無損 就是你的上限值不會提升的情況之下 然後讓你去做修理 只是說這個東西 建議可以 初期的話可以不用買 他送的話其實蠻多的 像我一顆都沒有買 他目前是29 等到我們裝備大概到七八階之後 比較珍貴的時候 不太會換 因為這個遊戲的裝備是10級換一次 那這個東西等到比較後期來說的話 再使用會比較好一點 那裝備如何去做打造呢 就是在我們這邊 所以我是選這個武器的一個製造 那武器製造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每10階會有一個階級 然後最高的是到9階 那目前來說50等的話 大概是6階的一個武器 所以一般我們目前 紫色6階 或者是大概7階 紫色其實大概就到一個頂端的啦 如果你要再拼橙色的話會比較困難一點 這個遊戲打造 你可以看到他的合成表 他可以看到跟你講說 這個遊戲普通打造 這是普通打造 然後橙色這個是高級打造 高級打造是需要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其實蠻難拿的 這個石頭的話其實很貴 你要嘛去點卡買 要嘛這個原住址來說的話 其實也不多 只能買一個 那如果像我打造 比如說6階武器的話 就需要6個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很拼 那這邊有幸運值 他又算是個保底啦 你用高級打造的時候 只要失敗的話 都會算這個東西幸運值 滿的話他有機率 直接出現橙色或紫色 如果你15次滿還打不出橙色的話 他一定會打出一個橙色給你 像我已經打過一次了 就是我那個珠牙劍 紫色珠牙劍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次數一定要保底 到時候未來 如果比較高級一點的武器的話 就可以一次出橙色的啦 但是這個東西應該很久了 跟以前天堂 我們的紅變保底一樣 好這個東西的話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因為這個材料其實 說貴也是滿貴的 如果是平民玩家的話 建議把這些材料拿去賣掉啦 然後武器的話先用個看用的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材料其實 日積月累情況之下還滿值錢的 好這是我們裝備的部分 那飾品的話 基本上也是一樣的道理啦 飾品的話 就是項鍊 耳環跟戒指 那一樣三個可以去做一個提升 然後可以一直往上合成 到6階以後呢 就會開始有些隨機屬性的一彎增強 好這是裝備的部分 建議啦 裝備的話大概到6階開始是一個穩定的發展 所以6階之後的裝備 開始就比較要特別注意一點 一般來說就不太會換的啦 那再來講第二個大系統 那是覺醒系統 覺醒系統的話分成我們覺醒的階級 跟覺醒的印記 覺醒階級的話其實也不難啦 就是你只要到達他的門檻的話 你就可以覺醒 然後他都會有一些屬性的提升 包含一些資源都會送給你 那比較重要的是覺醒印記 因為他就是考驗你錢包的深度 你口袋的深度 因為他全部都是用銀幣去做升級 那這條路的話是用我們的那個英雄回憶 下面這條路的話是用我們的羈絆回憶 但是這兩個東西的書齁 如果你不課金的話真的很難拿 這個東西取得困難度跟他的數量之多 他提升一次是需要45的一個 不一定啦 就是越低的話你可以越少 但是像比如說我的驢者印記的話 你基本上用完一次的話 你就只能靠銀幣去買 提升一次45萬喔 而且是要兩格才能往前進一步 所以一般來說路板大佬會比較建議先走一路啦 先走一路到我們的這邊之後呢 如果你下面要開的話再直接開 那除非你後來銀幣比較多的話 再把一些其他補給 因為這邊的屬性看你個人有沒有需要用到 比較需要用到的話可以先點 比如說像我的那個夥伴魔法的提升齁 這一路來說的話是真的比較用不到 上面這一路的話會比較用到一點 增傷啊角色這些東西 所以看個人的一個需求啊 但是你銀幣夠的話 你就可以隨便點一下沒關係 這東西也是提升我們人物的一個強度 那第三個系統的話 針對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PVP玩家的話 絕對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聲望系統跟眾生象系統 這個系統齁 原本我一開始是以為 他是只有跟我們的夥伴有關係 就是抓抓夥伴啊 然後提升一下聲望這邊 喔沒有喔 之後研究一下發現說 聲望系統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聲望系統它有一個聲望壓制 可以在我們人物這邊點進去你就會看到 我們聲望系統 類似像我們幻想三國志的頭銜壓制一樣 就是你的聲望或者是頭銜比人家低的話 他的壓制的屬性來說差非常多 你看像我自己玩到現在齁 我大概是前兩三天 才開始比較認真在解那個夥伴 那建議啦 如果你是從頭開始玩的新手玩家 或者是你現在才聽到的玩家齁 聲望系統絕對要特別注意 聲望系統的屬性點跟別人差非常多 難怪想到奇怪打架怎麼會差這麼多 聲望系統你會看到他的聲望壓制 如果我跟別人差十階的話 增傷減傷這些就差這些屬性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是一段八十幾喔 你可以看一下現在目前最高 我們一幅來說排名最高的 第一名來說三段六級 隨便提一下就是兩段四十幾這些 每差十幾差這些屬性 差了一段的話差十五趴的屬性 你看我是一段八十幾 跟人家第一名差了大概一段多 一段大概二十幾 一段二十幾我的屬性跟人家差了快二十幾 二十趴的屬性 喔這個差真的太多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建議啦 越早知道越好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去做提升呢 就是眾生象 眾生象來說就是你要到處跟人家NPC 去做一個好友度的結交 那好友度結交的話這個東西 老實說很花時間 因為你要知道你的這些NPC 他的好感度要怎麼提升 所以最重要的我要怎麼在這一頭拉庫的NPC裡面 找出他每個人相對應最喜歡的東西 然後去快速提升他的好感度呢 我分享兩個大佬的圖給大家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這邊大佬有大概會整了一下 第一個他是夥伴 第一個是夥伴圖取得的方式 像比如說紅字的話就是 比較重要的夥伴建議一定要拿的 像比如說波月啊很好用 我已經看到競技場裡面有蠻多有波月的 再來我們所有夥伴裡面 應該算是必拿的 第一個必拿的 就是我米內乳化 米內乳化的話算是我們治癒補師來說 比較高一階的 會比一開始的那個米血的強一點 那葛雷絲的話最主要是系統會送 這就不用看了 然後那個歐茲納克也是系統送的 也是不用看的 那德托拉的話建議一下 很好用 真心的好用 三百萬的銀兩 他絕對值得擁有 那其他部分的話就看個人的一個造化 那下面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所有NPC裡面 每個人如果你送他比較好 喜歡的東西的話 你的好感度會提升的比較多 然後這邊是人物 然後這邊是他的位置 然後這邊是他喜歡的東西 那這邊是他的作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把這個圖存一下 然後你要找NPC送東西的話 像比較 比較 好感度可以提升比較快一點 像比如說我的米內乳化 他比較喜歡刨草藥跟藥品 所以我一般來說我都是送他草藥 如果不夠的話就去交易所啦 然後像比如說比較多人 郭月也是有人在送 然後再來的話像夏拉 如果你缺了一個法師的話 因為有些人會用雙法師或三法師 然後夏拉的話這也不錯 料理啊戰跟跑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大家可以記一下 就是NPC 如果你要提升那個 就是眾生象的話 這些東西的話 每天把所有該弄的次數給弄掉 你的那個眾生象 用名聲聲望的才會提升比較快一點這樣子 好這邊是那個 所有的NPC的一些介紹 介紹給大家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料理齁 這些料理齁 上網的話你也可以查一下 這些料理的話 基本上也都是有一些配方 因為 固定的配方來說 一般是解家族的任務 然後再來是解NPC這些眾生象齁 這個東西的話就有點像是 我們燕雲江湖去煮菜 這個煮菜的話是你要知道這些配方 然後才能煮成功的 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這個烹飪 然後這個圖大概都可以記一下 其他部分的話就跟我們強度 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喔有一個啦 家族歷練我想起來了 家族歷練的話也是蠻重要的一個東西 因為它可以提升你一些被動抵抗的一些屬性 那初期的話建議全部點混亂 因為混亂來說在我們前期非常的實用 因為混亂被人家放到很急車 第一個很多咒術師會放 第二個你被混亂的話 是隨機在那個就是戰場上挑一個人 用普攻去打 如果你是法師 如果你是不管是補師 完全無法放技能 你就只能默默的去找一隻玩家打 而且有可能是打到你自己的角色 OK就這樣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就是我們這次人物養成系統的一個介紹 裝備覺醒跟聲望 尤其是聲望 其他部分的話都可以按照 如果你是課金玩家 或是非課金玩家的話 大概一個極限大概就到那邊 但是眾聲望系統 這是算是個人的勤勞度的差異啦 如果你勤勞一點的話 把你聲望提高到高一點的話 你跟別人高階的玩家打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優勢這樣子 OK就這樣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繼續支持一下 我是炫勞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 下次見